OK,鄧炳,狗餅強最近很兇,不斷回應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第四道咬專子 專子就著這個通訊系統畫出一幅漫畫 我以為專子又糟糕了,我看漫畫 溫和到不堪,我看完專子的漫畫 然後再看看狗餅強如何廢話 紀律部隊更新器材,預留二百億,一點也不多 這個女人就問,不是五十億嗎? 器材就好了,拘捕的犯人又多了 要多建兩座監獄,又要請多些獄卒 法院審案又多了,請多些法官 不夠就輸入外勞,提供住宿,子女津貼 然後這個女人就說,對呀,三百億都嚴少 第一,真的很溫和 第一,他不只是針對你黑警 他只是紀律部隊而已 也沒有開你的名字 其實我們看了專子,也看了這麼久 他將他的辛辣程度降至5% 專子也是綁著自己去畫的 完全沒有說你黑警 紀律部隊而已 你對他入座 第二,他不只是說黑警 他都說了整個政府體系 他還說法官關你什麼事 請多些法官是你請的 他也不是串理 他還串理律政司 還串理司法 坐監獄是講懲教署的 你現在是大哥 是嗎 是呀,他是保安局的 全都看了 OK 可能是 是吧 那麼 看看他在說什麼 對不起,不好意思 是關你事的 OK 九兵強你有資格去針對你的專子 你不只是幫黑警說 OK 我看看他在說什麼 他又說 漫畫術內容純粹用來誤導市民 不是呀,你幫警察說話 我沒有針對 我明白了 以為警方用這些科技監察和針對市民 事實上完全不是 你不是用科技監察和針對市民嗎 有什麼問題 真奇怪了 他說 有關科技是方便警隊用作緊急救援 不是專子說到這樣 有什麼緊急救援 怎樣緊急 用50億是緊急救援 好了 他就說 明報過去不止一次 作出針對性的指控 他說 政府非常樂意接受批評 批評沒有問題 但如果這些不是批評 不是基於事實 用這些誤導性的指控 挑動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我覺得有責任將真相說出來 公開將這些誤導性的指控譴責 讓市民有回一個知情權 我想問一下 第一件事是諷刺 說笑 第二件事 你紀律部隊是 說笑 誇張了 你紀律部隊總共有多少預算 你紀律部隊總共有多少預算 你紀律部隊總共有200億 說真的 你警察要50億 只是通訊系統 他在這裏諷刺 然後 你是不是犯多了 你是不是審的案多了 這樣 怎麼不基於事實 這就是事實 事實 你紀律部隊 以你黑警為首 是不是每年增加預算 是不是 然後你是不是多了本案 是不是多了很多人 怎麼不是基於事實 是不是 還有我批評 批評是沒問題的 批評你不能實行 批評你黑警不能實行 市民要有的知情權 就是你黑警不能批評 是吧 真相 你吃屎吧 親相 那麼 第四次被咬了 第一次 就說關於港區港版國安法 李家超可以為所欲毀 事實是 第二次 就是去年有防暴的警員 在學校處理 是吧 第三 就說 勞福局 就是關於搶人材 這樣 就這樣吧 殺了他 好嗎 殺了專業 屌你 摺了他 你不叫明報 你不叫明報私下 就摺了他 有什麼所謂 是吧 半點 批評 亦容不下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身有屎 你覺得自己 喂 你整天都說了 你覺得自己沒有做錯 你怕被人用幽默諷刺的方法去批評呢 你沒有做錯 你沒有做錯 怎麼會有人影響你的形象呢 不過你覺得 是因為這些媒體 亂寫 不是基於事實 是失實的指控 你告他 你告專志 是吧 是吧 誹謗 這樣就厲害了 雖然專志大師 真的不好意思 我這樣說 很不負責任 但是 如果你被人告的話 我絕對是黑色幽默的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香港的 專志 不過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可以走 是吧 希望你先走了 是吧 他這樣一定會告你 遲了這樣的搞法 或者告明報 立場都糟糕 那明報怎麼會不糟糕呢 是吧 遲了明報都糟糕了 說真的 其實遲了什麼報都糟糕了 如果不是 這些狗 這些國安處 如何去證實他們的存在呢 是吧 所以 現在的警察 就好像只有兩個事情做 要不就是搞市民 要不就是犯法 又一宗 喂 我是極度懷疑 而呢 當你知道的交通警 可以一百五十米 剷死人 是吧 都是罰得過幾十個月 然後那個什麼警長 是吧 打死人 誤殺 判七天 這樣就糟糕了 是不是 嘩 正 四驅落油油 四月二號凌晨四點鐘 一架四驅車剷上行人路 這麼正 好了 這個未精彩 那當然要調查 蛤 四驅車司機拒絕合作 企圖下車圖去 走啊 被兩名男女執法人員 那就是警察 捉住 制服 未能通過酒精測試 那就是危險駕駛 罪駕 然後 是休班警 偉大的東方 一定是作出詳細 這些基於事實的報道 是不是 有很多類似的案件 上年七月 就有個女生 就 就 有個女生 駕駛到 葵城 那附近 撞爛了 一個懶 同車的一名休班警 接力 就把車子駛遠一點 哈哈 接著 就承認酒駕 罰款 哎呀 OK 一百年底 也不是很多 一百年底 有個休班警 凌晨時飯 就駕駛到屯門 炒車 接著 這些是很小事的 是不是 這樣 我覺得 喂 警察大人 雖然 雖然 你們撞死人 殺死人 也不需要負很嚴重的責任 都很煩 是不是 不要這樣 不要添煩添亂 現在油亂鑽治 有志及興 是嗎 你胡亂開車 你胡亂開車 你一下駕駛到 淺水灣 還是土瓜灣 現在這麼多人 這麼多平價團 你一下子炒掉 你撞死了十多人 那怎麼辦 是不是 你一下子不小心 就剷掉了 土瓜灣 整班 偉大同胞在吃杯麵 你一聲剷掉 撞死了十多人 那你怎麼辦 你這樣是不是增加中港矛盾 你喝酒大了 你找人搭的士 的士司機又慘 現在被Uber搶了生意 你搭司機也好 找人幫你開車也好 不要這樣 OK 然後你喝大了 是不是 你現在是 別人執法那些 你還要不聽執法人員的說 還要拒絕合作 你一個力大無窮 一個不好意思 你打死了警察 又大了 是不是 你打死了警察 我出不出帖子 出帖子 你一分鐘又拉人煽動 你不要搞那麼多 乖 現在又亂轉字 現在 我們